苏南、政治、科技或商业利益哪一桩让华为遭美围堵?美国司法部对华为的起诉指控,是否涉及政治、科技战及商业利益?仍有待后续观察。 图,路透社,2018年底,加拿大根据临时逮捕令,在温哥华逮捕华为首席财务长孟晚舟,检方指控其使不知情的美国金融机构与伊朗交易,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,涉嫌构成诈欺。 之后,孟晚舟以1000万加币,约新台币2亿3000万元,保释。 2019年1月28日,美国政府正式起诉华为,并向加拿大提出引渡孟晚舟的请求。 美国司法部起诉书中,指控中国华为电信集团,下称华为,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长的孟晚舟,华为设备美国公司,下称华为美国,和华为子公司Skycom,下称心通,涉嫌金融诈欺,洗钱,串谋诈骗美国, 妨碍司法和制裁伊朗等违法行为禁22件,提起刑事诉讼。 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,Kurt Jan Nielsen,说, 华为及孟晚舟违反美国法律,参与一项对美国安全不利的诈欺性金融计划, 故意使美国金融机构进行结算交易,而违反对伊朗的交易和制裁条例,也违反出口法律。 联邦调查局也表示,华为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构成双重威胁,违反法律及妨碍司法。 美国法律禁止美国银行处理与伊朗有关的交易,否则该银行可能会因此面临民事或刑事处罚。 据美国司法部调查指出,华为在2012年底和2013年幌称违反美国禁令开发伊朗业务的伊太公司,下称伊太,仅是华为的非正式会员。 但实际上,伊太是华为在伊朗的长期联盟,伊太的采购被华为实职控制。 孟晚舟一曾担任伊太的董事。 据起诉书指出,华为隐瞒两家公司兴通和伊太与华为的关系,要美国银行提供美元结算处理伊朗交易,而此是一个高法律风险。 2017年,华为意识到美国政府的调查时,试图将有关证人转移到中国,以超出美国的管辖范围而阻挠调查,涉及妨碍司法。 至于外传孟晚舟已提字变状,指出美国引渡自己是因为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,强调自己不会为面包犯罪,为金钱犯罪,为政治犯罪,更不会为公职的企业犯罪。 但华为官方则称此纯属谣传。 加拿大是否会批准美国引渡孟晚舟,除了3月6日会在开庭外,中国已敦促美国撤销对孟晚舟的逮捕令,并呼吁加拿大不要冒险为美国谋取利益。 本文以为,美国司法部起诉状的指控,是否涉及政治、科技战及商业利益,仍有待后续观察。 据孟晚舟的供词陈述,涉及中国的言语表达多以第一人称,而美国则多以被动式表达,是否有法律语言学差异,此外,犯罪证据是否足够,以上都尚待厘清。 而华为的后续因应之道又会是如何呢,让我们拭目以待。 好文推荐,苏南从华为事件看新上路的资安法,苏南恭喜发财,红包拿来。 孩子的红包不是你的,苏南,房屋买卖需付无为见证明科批管太多,苏南,国立云林科技大学营建系及通事教育中心教授,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博士,中正大学法学博士,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。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公司立场。